摄放道场对于前来挂单的出家众 是否必须来者不拒 原则上是如此 如果这个出家人 他是个不守规矩的 他是个破戒的 你也来者不拒吗 过去 这我们都没见过 老一辈的老和尚 常常讲这些故事给我们听 古时候丛林挂单 真的是十方丛林 现在十方丛林没有了 哪个地方有十方丛林的 摄放丛林是决定没有分别的 现在道场都要讲人事关系 你跟这个道场里的人有熟 才能住进去 你要不熟 人家不感受你 什么原因 你从哪里来的 这个道场人不知道 因为现在这个社会 有冒充出家人 还有一些犯法的 找这个地方来做避难所的 都有 你会惹上一身麻烦 这个都不能不知道 所以从前凭什么 凭戒谍 你真正是个出家人 你在哪里受戒谍 智克斯一定过去 你从哪里来的 那你在从某个道场到这来的 你在那个道场住了多久 如果在一个道场住三年以上 你到这个地方来挂单 问你为什么要来 你说的很有道理 会留你 如果你是常常 常常去挂单的 人家怕你 为什么呢 你跟哪个道场都住不好 那你到我这来也住不好 所以答应你大概是什么 三天五天 你觉得要走路 不敢长留你 有道理 这从经验当中得来的 你没有狠心 没有耐心 这是什么原因 你个人不能出不好 所以说该留的 你要留 该拒绝的 要拒绝 这是古人留下来的例子 我看你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